來看到台中有名婦人控訴說 印尼籍的看護呢 故意讓他餓肚子 甚至在洗澡的時候 還要求換僱主才要幫他洗澡 而勞工局現在介入調查 原來這名看護呢 是因為不滿這個婦人向仲介投訴 不過雙方相處其實早有一些嫌隙 仲介也表示可以換一個新的看護 但是婦人卻堅持 一定要將這名看護是遣送回國 而經過雙方的協調之後 看護同意反國 婦人也終止服務 決定再找新的照護員 一片中婦人坐在輪椅上 打電話請人幫忙買面 但後方的印尼籍看護忙上忙下 卻故意不理不才 讓他挨餓 夫人挨餓氣得跟勞工局 和社會局人員控訴 因為不止如此 洗澡洗到一半 居然還被要求換僱主 看護要求得讓他轉換僱主才要幫他洗完 讓脊椎損傷又患有糖尿病的高小姐 當下不得不同意 我精神就快崩潰了 我真的沒辦法再讓他 他對我真的很壞很壞 他跟別人的那個不是我的終界 不是自己我的終界 還是不是他的終界 別人的終界 他全部都跟他們講 這樣我也一點不高興 我也生氣他這樣子 夫人強烈要求看護要遣返回國 不讓他轉換僱主 而台中市勞工局表示雙方相處遭有嫌隙 但看護也出面澄清是不滿 夫人向中介投訴 才讓他挨餓並沒有施虐 戶主跟移工這邊都有各自的一個陳述 經過我們溝通協調之後 這個移工也願意回國了 經過協調一年級看護同意反 國夫人也終止服務再找新的照服員 只希望別再遇到類似情形 記者張一智林家瑩台中採訪報導 記者張一智林家瑩台中採訪報導